台老师必须从6号搬到25号住了40年的老家 当然不舍 我看到台靖隆老师缓缓起身 以双手抱着鲁训的陶瓷像 一步一步的走向25号的宿舍 那台靖隆先生在当时的心情如何呢 1989年10月 台靖隆先生在回复李继也老师的信中说 我正准备搬出了龙坡里 天天在整理书籍 我窝了42年的老窝 一大被逼被逼扫地出门 扫地出门为之丧气 我真的非常的遗憾 身为一个台湾最高的教育学府 竟然是这样对待一个即将90岁的老教授 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 那个画面对台老有多么凄凉 今天在上一页PTT 我们代表了艺术界文化界 来呼吁台大的校长管言文化局 文资委员温州界25号台靖隆故居 不应该只是历史建筑 我们应该让台大在今天还给台老一个公道 应该给予他试定古迹的高度 以慰藉台先生在天之灵 在一个没有古迹的城市 就像一个没有记忆没有灵魂的人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昨天台大在网路的媒体上面 对这个台庆农部区释出了很大的善意 非常的感谢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强调了 这个房子刚刚那个总务处的副总务长讲房子烂了 但是谁让这个房子变烂了呢 谁没有好好的保管这个房子呢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给 即使他住了一天 但是他其实他们的错误 他其实住了十个月而不是六个月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 我呼吁强调 他应该要有市定古迹的价值 而不是只有历史建筑 谢谢 谢谢 那我们麻烦 陈景中 空城建筑 时间三分钟 准备好准备开 我需要到那边吗 都可以 在维园看得到 看 OK 好 我想今天校长在做还有学生会 对我个人来讲 这是一个台垒市的文化界的里程碑 但是我非常不同意副总务长讲的 那个建筑物的状况 很一种说法 其实 我进行我简报因为时间有限 可以吗 我们都知道温州街宿舍群就是因为地大存在的 在这个地方 温州街的西边 1940年的建筑套绘图 它就是地大的官社 温州街的东边就是施展 就是家屋 从1940年的这张套绘图来看 25号就是家屋的起点 它就是地点 所以你要谈温州街不能不谈25号 陈香手跟民政局都做过这个报告 研究报告 都需要摆存这个区域 而且25号的保存指标非常高 市政府不是一直要推动首都博物馆群吗 你们跟我们说台北这座城市的故事 在你身边流动 城南博物馆 这边有一个城南台大 城南台大是什么 就是城南台大人文生活场域 我们谁都知道 温州街宿舍群就是围墙外的校园 温州街已经变成台北地理上的一个文化符号 所以我们希望保存温州街的老屋 老宿 来讲台大人 台累人 跟台湾人的文文景观的故事 从建筑物来看 它是比较高规格的 歇山鼎跟唐国峰 大概是三等高等观色的标准 室内外部也有很多特色跟西部的处理 在室内床之间建筑的整体架构 门窗听话板基本上 样式都保留得很好 还有很多的细节跟高级的材料 原件的保存比例非常高 原件的保存比例非常高 对不起 这个好像不太能量 帮我动一下 再下一页 麻烦一下 再下一页 所以就人文跟建筑物的價格來講 台信隆戶居絕對不是不止於銀杏光戶居 跟余道如戶居跟紫騰如 這三個古居的價格 那因為剛剛簡報可能有點問題 是不是收斂一下 再兩頁就好 謝謝 再麻煩一下 謝謝 所以我希望委員們可以用古居的基準 來看具有高度歷史價值跟藝術跟科學 以及各時代零件流派特色 以及稀少性的這樣的一個基準 來看待溫度居25號 謝謝 謝謝陳建議士這邊 接下來三個我看 一個是姚同學 一個是韋哲同學 一個是圖俊 三個好像都是台大學生會的學生 你們是要聯合九分鐘還是要特別 特別特別 那就麻煩一位姚同學 大家好 這邊是台大學生會文化部 然後首先想要針對剛剛談到一些 官員建築的討論 然後提醒學生會這邊的回應 首先剛剛談到說重視人 但是可能比較 邊重類人而不是建築 但學生會這邊想要回應的是說 空間的意義其實很難跟人跟時代外落脫節 空間的意義就是跟他跟時代外落是聯鬥的 然後再來是針對建築本身價值的討論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說 夏朱九老師跟薛琴教授都有針對台北市的日式促盛進行研究 都肯定他們的價值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這其實是一個文化劇 或是很難分割 他們關聯性很強 再來是台老師在這種建築物做得太短 那台老師做得太短的原因其實是累後翻遷 所以當我們重新正式認台進的故具的時候 其實也是對台大對於重要文字人士 甚至是對於重要文字人的本思 那台大學生會覺得說 在思考台進農部局的文字價值的時候 可以看長遠一點去看他對於文藝 歷史跟台大的效應 首先針對於歷史的部分講 作為歷史系的學生 台大藝術的學生 我們認為說台進農先生 不經歷白客同步的時間 他其實反映的是當代的知識分子 如何面對大時代的政治破壞 而他自己面對被壓迫的情況下 他還是努力幫助其他被壓迫的選者 而我們理解台老師的同時 其實也是理解同時代被壓迫 這個知識分子的社群 第二點 身為一個雙中文系的學生 會想要強調台老師在文學評論的小說上 其實非常備受讚譽的 前面也提過說他的作品是反應社會 我覺得我們報導 台老師的故具也是展現說 台大對文學的尊重 也是對於文學研究者跟文學人來說 是一個好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學生會有三日每一次文化遺產的會堪 然後我們在文化遺產的會堪裡面 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文資人士 針對建築 針對祖師 針對歷史 去討論台進農部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不同學客 都可以在台進農部局裡面交織 然後發現他們也就有主題 跟他們想要強調的重點 然後再來最後做了一個台下的學生 我們覺得說這是一個非常指標性影響力的一件事情 所以希望我們可以朝對文化遺產證明保存文 跟子敦的價值跟任性去推進 謝謝 謝謝古南邀同學 第二位是韋哲同學 準備好就開始時間三分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是學生會的文化部的韋哲 那我主要是針對就是台進農部局 再利用的計畫的學生的一些想法 剛才同學還有其他發言都已經 呈現了台進農部局在歷史文學 或者是他個人 這個人的紀念意義上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那台下學生會在前兩次的文資會開 或者是後來跟學校以及文學系的會議上面 都提出了就是希望他能夠 針對就是希望他之後可以作為一個 白色恐怖的教育中心 或者在第一藝文活動串連中心 以及台進農先生及狂輩作家的文學價值的紀念 那針對這個歷史文學 還有在希望能夠對當地里民進行回饋的這三點呢 大家學生會希望就是首先在登陸為文化資產之後 應該要先進行整修維護 然後來保存他的建築特色 那第二個呢就是有一部分是可以規劃作為台進農先生的紀念場館 那就是包括他相關的白色恐怖歷史 或者是他對台灣文學領域的這個重要價值的紀念 那第三點呢就是還有一部分的空間是可以規劃為能夠自由借出給台大學生 或者是地方藝文環體或者是當地居民進行教學活動 或者是課程的一個活用的一個空間 那雖然如何活化或者是再利用 並不是這一次會議上面的主要討論範疇 但是我們學生在這邊提出來就是想要呈現說 台進農故居其實不是一個丟給台大校方做為文化資產之後的一塊燙手山芋 他其實可以好好地去思考要如何回饋給台大學生或者是當地的居民去運用 那要達成這些利用的前提 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在這個會議上面被登陸為文化資產 那才可以確保台進農故居的特色不會被破壞 那我們可以好好傳承這棟建築背後所代表的價值 那我的發言就到這邊 謝謝 那接下來還有三位 一位是台大中文系的梅主任 還有一位是李立華的助理李主任 然後還有我們台北市的吳沛義議員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就先請梅主任這邊 中文系的梅主任 那準備好時間就直接向梅主 那大家好 我是台大中文系主任林佳琳 那麼凱敬農先生是我們台大英文系的大家長 那麼他渡海來台之後27年裡面有20年都在擔任我們中文系的主任 坐育英材無數 春風話語 我們有多少的不只是現在學術界 他還包括文化界 藝術界 多少的青藏界的學者都是他的子弟 那麼對於這樣一位值得我們敬佩而且永久懷念的師長 我們當然認為要保持他的村居 然後以最有效的方式來紀念他 不過在這個地方我想要從幾個方面來說明 第一個就是說關於這個建築物的定位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知道最早聽說台大要拆除台進龍的建築物 是因為覺得不具文化資產的價值 而這是經過文資會審議過的 可是這是因為不知道歷史 一旦知道歷史 知道因為這是台大師住過的地方之後 立刻就改變了認為說我們要重新審議 我們要把它當作文資來進行定位 那可見得這棟建築物它的重要的地方是在於人 而不是在於人建築物的本身 那麼剛才有朋友都看了這個五六分鐘的影片 我想大家都非常感動也印象深刻 但是大家有注意到他們談的全部都是台大師的人 而不是談那棟建築物 因此我們會希望這棟建築物當然要保留 但是會希望它是以歷史建築物的方式保留而不是作為父親 那麼第二呢 台老師當了我們20年的系主任 對我們台大中文系來支援台大 來支援整個台灣戰後的教育文化藝術界都貢獻良多 那麼我們覺得它很大的一個意義 它是把傳統的文化帶到台灣來之後呢 特別是經歷了政治的這種各種的動盪之後 它有在地化之後的轉化新生 因此我們會希望說我們經歷台金總老師 應該也要用轉化新生 在地化的一個方式去活化陀居 讓他跟我們台大的師生 讓他跟周邊的軍靈相結合 那麼做出一個最妥善的利用 我想這才是紀念台老師最最有意義的方式 最後我要說的是 過去我相信文資會在審議任何的這個 跟學校相關的資產的時候呢 大多數都是由總務處的人員來做報告 今天各位看到我們管校長來了 我們台大中文系除了我之外 我們還有兩位副主任 我們還有學生代表 以及我們學生會的代表都來了 表示我們台大多麼重視的這件事情 即使過去有人在批評說 就是台大重視文字寶玉 但是呢今天我們校長提升作者 帶我們這麼多的師生來 表示我們多麼重視他 我們希望說我們能夠因此跨出成功的地步 也希望大家支持 把台大中文系統庫居定位為歷史紀念建物 謝謝 好 非常感謝美主任 接下來是不是請立委 林立委叫做李主任今天來做個說話 各位審查諾也好 在場各位來聽大家 各位大家好 我是代表林英華為辦公室 然後來正在台青龍故居 列為文化資產 然後來發言 我想我的立場基本上是希望 能夠台青龍故居 能夠文化資產的方式 然後保存下來 那剛剛聽到台大這邊 其實在報告的時候 也有提到說 像台教授的目前這個宅地 他是位於周邊 然後是位於現代的建築 環道上面 然後其實空間上 然後其實是 類似像是一個 孤島式的一個建築 那我也希望說 日後以台大 然後溫州基這邊作為 不管是日式宿舍群也好 或是所謂的 接聽也好 我們這邊希望 日後 只要是在 所謂的文化資產 或是台大日式宿舍群 我們周邊有任何一塊基地開發的時候 然後我們希望 周邊基地開發的圖審 然後其實必須也要匯 我們文資本源之地 我想在這整個區域的開發 應該要有一些屬於所謂的城南 然後就是歷史街區的一些建築元素 然後畫著 我想 這樣子整個區域的一個規劃 然後才能夠展現出 就是整個 就是整個 文化區的一個 城市要貌的協調性 以上順 謝謝 這樣可以 可以讓我們 這個老闆 我們可以是議員 我們可以議員 議員 議員這邊 我們要三分鐘 那主要就可以開始 副市長 各位委員現場說 您大家好 今天以一個市民 也以一個台大帥我的身份 來這裡發言 那我感謝所有委員的努力的搶救 那我們在今天有機會 重新來討論 台信農庫居的命運 因為第一時間 我們看到在網路上的消息 是台大已經發包了拆除的工程 那從兩次委員的線看資料來看 以及大家剛所得的資料 我相信 我們都認為台信農庫居應該予以保存 應該有一個滿高度的共識 但是今天我們將決定的是 我們以什麼樣的方式來保留它 我個人所擔心的是 可能它以歷史建築或經驗建築的方式來保留 雖然我們非常的肯定 我也非常的高興看到台大校方 對於台信農庫居 以及將來這個地方 作為融化中心的推廣等等 有很高度的誠意 可是假設有一天 行政團隊的更別行政政策整個改變了 台大校方把這個現在的限制 這個台信農庫居整個拆掉 整個拆除 再重新做成一個完全不相干的建築物 如果我們預言它是歷史建築的方式保存的話 我們更容易給台大校方一個法定合法性 讓他可以把這個建築物去把它拆除掉 也就失去了我們希望能夠去保存這個 歷史古蹟的這個價值 所以我仍然就希望吞清現場所有的委員 因為畢竟這是 我相信我們台灣大學 其實就保存古蹟 保存歷史價值 保存歷史建築來做出的能力 台大居留我們完全沒有能力 不管是在我們專業技術上 我們的財力上 我們各方面的能力上 我相信台大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再次想要天體所有的委員 我希望我們今天在這裡 最後所做出的審議的結果 是能夠讓台大的這些歷史的塑設 歷史的建築 以及過去剛剛校長一直提到歷史的記憶 可以透過這些建築物的保存得以傳承 以上 謝謝 感謝吳議員 我們今天是新的委員的會集 我們招集人也感到 所以其實也請招集人 那接下來這個議程 我們是就切換給招集人來主持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新的會集 在這裡特別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委員 願意來承擔 那接下來的這段期間 我們就一起努力 來為委員會 大家來調查 他想一個非常寶貴的一件 那因為剛剛有一個 我們這個TMS學校的一個成果的發表 那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先去然後再趕回來 所以稍微 剛剛特別謝謝局長來主持 那這個案子 我們也很感謝台大這個董校長 我們能夠親自來說明其他的立場 那經過了剛才這麼多的一個 大家的一個說明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聽聽委員會 可以等他們的意見 我們來開放他們 或者是有什麼要提問 哪一位委員先來 好 來 郭瑋 我記得我們每次在討論台大宿舍的時候 我就已經提到說 台大有責任 針對他所有的文資 或者是他的日式宿舍 做一個盤整盤點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他應該要有一個裁員的計畫 現在都是這樣一動一動的 然後就有的是不見的 有的就和見了 那這一點我想剛剛管校長的說明 我是覺得很認同 但是我們也希望 Promis就是說 在學校的組織架構裡面 應該有一個這樣的單位 而不是說我今天談一談事 就像我們現在成立一個什麼中心 他有責任來做這樣的盤點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剛剛 不管是校方或學生會 或者是民間 對於台老師的那個 所謂不管人的價值 都毫無疑問 那說實在 因為我剛剛跟九尾老師講 他說他以前去過他那個老的房子 那真的是滿難過的 他八十九歲的時候 還要被紅白切 所以今天如果談 假如說我們的題目是 我剛剛我們的題目叫什麼 台大日市宿舍 然後溫中間二十五號 那我覺得如果是做古蹟的時候 可能這個名字要清楚 我覺得可能不叫做 台教授的故居吧 因為如果這個人的精神跟這個房子 其實我是覺得兩件事情 但是古蹟的部分 我們希望你們也聽聽這個 建築的古蹟專家來談 比如說他的構造 他的結構 他各種東西的重要性 跟在這個整個地區裡面 他的代表性 那這兩個如果加起來的時候 有交集的時候 我們認為他是兩個都可以符合 那當然很重要的是我覺得 台大剛剛所提到的 要做的事情 我們希望他是能夠落實 因為過去就是因為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所以才會一動一動的不見了 或整個文藝被破壞 那這是我個人的建議 謝謝 好 謝謝 不知道還有哪個要來多 我們在商業 而我們在商業